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學滑雪的體驗和經歷 歷兆幫我們倆報了一個 semi-private 的滑雪班 七堂 由於我們當時是很後期才報 所以只剩下9點或3點半的時間 我們寧願選早點的時間 所以選了9點的時間上課 所以我們每個星期六 就很早起床 7點多時就立刻起床 就準備上課 大家看到的畫面就是我們租借這個器材的地方 當借好所有器材的時候 就可以出去等老師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等老師來的位置 這裡有一個玻璃 上面是貼著一些人名 有一個名字啊 一些班 你就看自己的班 然後呢 就去找你在哪一條行排隊 就去 譬如這邊寫了 這些人呢 就去幾幾 找回自己的老師 那這裡是很多 很多 很多老師在這裡教班 大家看到紅色褒褲 這些全部都是老師來的 所以大家看到是非常之多老師在這裡教班 這裡呢就是上了那個小斜坡的頂 畫面呢中間白色衣服那個就是我了 那這個就是第一課 在我上課的情況 是非常之雞手鴨腳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們今天第一日學完滑雪 我們就學Snowboard 大家看到現場是很多人 很多父母帶了小朋友來學滑雪 他們就在外面這裡看 他們說說 然後拍照啊 拍片啊 這樣 現在這個時間呢 就十一點半左右 那我們呢 其實就九點鐘上課 現在呢就走了 其實都 玩了兩個幾鐘 今天的天氣呢 就是零下十三十九度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零下十九度 但是不是那麼冷的 而且大家呢 看到今天的陽光是不錯 是好正好舒服 不過呢 如果呢 如果這些天氣呢 就一定要帶那個 那個護目鏡 因為都幾雙眼的 那些太陽 大家看到那個車牆都是爆了 是很多人學的 今天呢 我們呢 我們來這裡學滑雪 今天呢 今天的天氣呢 是超級冷 23度 我們呢 上課呢就想一個小時的 然後呢 我們是可以一點才還東西 所以呢 我們總共呢 可以在這裡逗留四個小時 現在呢 正在笑滑下來的 黃色褲那個就是他了 他就已經好掌握到這個技巧 今天呢 就是要學 用腳踩呢 去實際 搖呢 是非常之麻麻的 好像跌倒了 其實去掌握一個技巧 好餓很多 老師是剛才問我 你發生什麼事 你明不明 他去 我老師應該會很沮喪 這裡呢 有很多小朋友來學 我想我們呢 從學生來說 應該是年紀很大的 學生 那些小朋友很厲害 還有很多呢 很快掌握到那些技巧 又很愛玩 不過剛才看到有個小妹妹 可能很小 她就哭得很厲害 她玩Ski 然後她就單對單 跟老師學 不過可能她很害怕 所以呢 學到一半就不想再學 因為她好一點 但大部分小朋友都很享受 這個場呢 是很多添加和很多學生 一般我們就搭這邊的運輸帶上去 但是今天老師幾乎叫我們上去 上面山那裡 真的要搭升降機那些 很害怕 貴啦 這邊呢是家長 在等待小朋友 而這邊呢 是我們借東西那裡 我們就在這裡借完結束地 這裡就是我們入口的位置 那邊呢 本身有糖吃的 可以吃一下 但現在當然沒有了 那 另外有些人 自己那些Ski 有的波 就去玩這些地方 那場不是很大 不過那些東西都幾乎層 剛才的另轉身呢 不見了力少 原來她呢 又上去玩過 和式褲也是去 但是呢 剛才我另轉身 看到一個和式褲 這個 我想為什麼呢 力少縮了水 變成這樣了 原來她上去了 又玩多次 很厲害啊 我覺得那些家長呢 超級偉大 這麼冷的天氣呢 都在這裡等 在這裡幫小朋友拍照 超級厲害 現在是 富也幾度 厲害 很厲害 這裡呢 就是剛才說呢 本身是可以吃東西的地方 那現在都是一個休息區來的 那另外這個位置呢 就是我們拿收據的地方 今天呢 就學完這個第二行 看到口罩呢 是完全濕透了 是霧氣 全程在室外的時候 這個口罩是掉了冰的 非常之凍 今天是 幸好呢 就有太陽 不過都很大風 我現在是超級凌亂 整個人都是 搞不定 那現在呢 我們去拿車了 那呢 真的 老師應該是完全 嘴巴了 他是完全不知道我做什麼 他完全理解不到 為什麼我搞不定 我覺得 我也理解不到 唉 真的慘了 他慘不是我慘 辛苦他 今天呢 第三天來上課了 今天多了很多人 因為天氣呢 是暖過上次兩個星期 上個星期是負二十幾度 再上個星期又是負二十幾 今天就是很多人 因為暖了的關係呢 我自己呢 都有動力去玩多幾次 所以今次呢 我自己就 上多了幾次Bunny Hill 去試試自己畫的 不過同一時間呢 其實都看到 是救傷隊出現的那個數目呢 多很多 那你剛才都看到 救傷隊呢 是 踩著絲下去 看看有沒有人受傷 今天受傷的人都比較多 因為人比較多 人多了 所以受傷的人都多了 為什麼今天會這麼多人呢 第一就是那個天氣呢 是好很多啦 真的暖很多 我玩了十五分鐘 其實已經整身汗了 第二個原因就是因為 之前呢 沒有下過一輪超大雪的 我們這邊 安神這邊呢 所以今天的雪是超綿 超好玩的 是正很多 我們現在去回裸車的途中 那呢 今天的東西呢 其實從上個星期都很接近 不過就 應該要學一個轉左轉右的技巧 但我做不到 應該做到 不過太緊張 肌肉厲害了 我們今天超厲害 由九點鐘玩到一點鐘才離開 因為我想離開的時候 不過 嗯 還差很遠 跟實際要那個技巧 但是 起碼覺得有脆了 有脆了一點 今天是一片晚地河運 很緊張 今天呢 第四堂 天氣呢 是非常地寒冷 今早起床是-23度 現在就-19度 今天呢 這個長商對於上個星期就少人了 因為呢 沒有那麼漂亮的雪 而且呢天氣都很冷 很慘 旁邊有小朋友在哭 可能跌了很多次 咦 歷小呢 又上去了 我呢 為什麼沒有再上去 因為呢 我已經呢 十分之累 雖然今天天氣凍呢 幸好呢 是天清氣了 我剛才問教練一個問題 教小孩子難一點 還是教大人難一點 他說其實也沒關係 他說上星期教一個四十幾歲的女士呢 第四堂已經可以學跳跳 超級 咦 歷小在那裡說 黃色褲那個 看到嗎 他呢 在學一些新的技巧 我是沒有學著的 我是沒有學到這個 用Pose去停 因為我連Hills停都沒做到 咦 他好像很順暢 其實呢 我想我完七堂都未必學到那個技巧 他應該再玩多次 可能他覺得自己做到 所以他再玩多次 這個呢 就是我今天的裝束 完全看不到我是什麼樣子 但是呢 這樣包住原來是暖非常之多 我們都開始升到這些這麼激寒的天氣 以前我以為自己一定適應不到 這麼冷 原來不是真的這麼大 今天這邊明顯在圍欄的左邊 是少了家長看的 因為真的冷了 好 綠少爺又準備出發了 不過現在很小顆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這個黃色褲 這個就是他 現在就在學我還沒學的東西 我想我真的有一段時間沒學到 嘩 好像順利 厲害 希望我第七堂可以學到基本功 因為我學Sports真的很慢 我學Sports是 差不多到最後那一堂才能騙到所有技巧 才能用得出來 我是非常非常極慢的人 所以是 上一堂教練都很沮喪 我也很沮喪 但是今堂好像好一點 自己沒那麼緊張 沒那麼沮喪 私下就好一點 咦 他回來了 今天是第四堂 已經學完了 雖然我覺得自己沒有學新的技巧 但是呢 掌握這個舊的技巧上都OK 之前呢 其實一去到 有些位置就超怕 整個人都震 今天已經沒有那麼震 不過今天天氣比較冷 我們是早走了一個小時 比上次早走了一個小時 現在是12點 買飯 然後回家吃飯 快個禮拜再來 接下來呢 我還有三堂會學的 都會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我學習的進度 希望到時呢 學有所成 可以拍到一段 比較像樣小小的片給大家看 那在這裡呢 都祝大家苦年快樂 身體健康 出入平安 那今集就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的話呢 幫我在下面留言 訂閱你的頻道 以及把這段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知道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